谁也没有想到一个9岁的小女孩 仅凭一个电话手表 竟然挽救了30多个家庭的不幸 事情就发生在广西 9岁的小秋鱼正在和小伙伴玩捉迷藏 忽然一辆面包车冲了过来 把一旁的小伙伴拽上了车 幸运的是 小秋鱼当时就躲在路边的草丛里边 没有被发现 随后他连忙用自己的电话告诉了妈妈 这时候刚好一位外卖小哥路过 他请求外卖小哥悄悄的跟在面包车的后面 因为小秋鱼知道 这个电话手表里面有定位 妈妈和警察叔叔很快就能找到他们 面包车最后停在附近的小胡同里边 几个男人下了车 一个抱着小秋鱼的小伙伴的男人 进了胡同里的一个小房间 小秋鱼偷偷的趴在窗户上 发现里面足足有30多个孩子蜷缩着 而后呢 警察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 把人贩子和孩子们都带走 人贩子全都抓了起来 正是小秋鱼的聪明和勇敢 才避免了30多个家庭的不幸呀